晚晚去到張軍澳和明苑一帶首席 案發在下午大約1點 兩個女人走經和明苑對開時 懷疑被俗稱BB彈的氣槍膠珠子彈打中 無需要送院警方接報到場調查 檢獲幾顆BB彈 附近的明德磚在8月 也有一個2歲的男生懷疑被BB彈射中 額頭受傷 去到9月同村有住戶的玻璃 懷疑被氣槍射擊損毀 警方到現在未拘捕任何人 已婚證券公司前董事 涉嫌6年前殺死情婦後 毀滋滅的外景重審 陪審團再裁定他謀殺罪成立 法官依例判處終身夾禁 44歲的被告陳文森 早前承認互殺罪 但不獲控方接納 7人陪審團退庭商議大約6小時 去到剛剛以6比1大比數 裁定他謀殺罪未成立 案發在2021年10月 被告在淘大花園單位 殺死33歲的情婦秦嘉儀 之後棄屍 被告前面8月第一次接受審訊 當時陪審團一致裁定無殺罪成 判囚終身 成為第一宗無屍體 無法證證據和無消認 而被定罪的案件 被告今年7月上訴得席 案件犯還重審 DR醫學美容集團誤殺案 法官開始引導陪審團 說必須證明DR創辦人周向榮等3個被告 違反照顧責人等5個元素 才能將他們定罪 DR集團創辦人周向榮 內醫生麥韻玲和實驗室助理陳冠中 各被控一項誤殺罪 案中女事主陳婉林 在2012年10月接受CIK療程後死亡 法官引導陪審團說 法醫等證供已說明陳婉林的死因 陪審團不需要考究是甚麼導致她死亡 要將被告入罪必須符合5個元素 包括對事主有照顧責任 但違反了 被告知道違反後有嚴重和明顯的風險 導致事主死亡 而嚴重疏忽是導致事主死亡的重要原因 並且需要接受刑事制裁 法官話女被告麥韻玲作為醫生 明顯對陳婉林有照顧責任 至於周向榮如果她只是僱主 而不是實際上掌控公司的人 就不代表她有照顧責任 但她的角色要由陪審團憑證公裁定 陪審團要思考如果她不是實際掌控公司 為何曾經在客人接受CIK療程前兩天 問職員血液樣本是否經過細菌測試 又要求職員每日提交報告 至於陳冠中 如果陪審團確定是她負責準備血液製品 就有照顧責任 法官說怎樣才算是違反照顧責任 要考慮被告在案發時 是否知道CIK療程仍然在實驗階段 她又提醒陪審團 因為同情陳婉林的死 個人情感影響判斷 裁決必須要客觀 法官星期三繼續引導陪審團 預計陪審團最快下星期一退停商議 無線電視機就在尿尺二那裡 康文署第一個24小時服務的自助圖書站 今天開始啟動 無論是甚麼時間 只要來到選了想看的書 掃描一下圖書證 或者是插入身份證 心儀的書籍就會送到面前 設在西灣可港島東體育館休氣處的 這個自助圖書站 除了借書也都可以還書 或者是領取預約圖書館資料 用八達通繳交過期罰款也都可以 全部自助 圖書站現在有三百多本書給市民選擇 六成多是中文書 其餘是英文書 十四天都沒人借過的書就會下架 換上其他的書證 康文署說 今次計劃是希望從作息層面配合讀者 可能說有些人 就算我們怎樣延長時間都好 但我們總不能滿足所有人的作息時間 我想一下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服務點 令到一些市民 在平時來不到圖書館的市民 都可以享受到圖書服務點 有附近居民搬迎這一行的新設施 這區有這個挺好的 因為最近的圖書館 在耀東村那裡 我們老人家就不認識 那就沒那麼好 最好好像大型小小那些 大眾化些 老亂都可以借到的就好些了 在開始用的頭三個禮拜 康文署會安排服務大使 在繁忙時段到場 協助市民使用這個圖書站 康文署會用六至九個月檢討 預計明年下半年會將服務點擴展 去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和帶維港鐵站 無線電視記者梁卓欣報道 第二方面 NBA可以突然獲得三連勝 他們在主場擊敗 就算了解